每到夏季就是各地血库缺血的时候 包括台北台中高雄血液库存量都拉紧爆了 而花莲捐血站目前总存量也不到3.8天 天气很热加上暑假出游潮 以及医院大手术大量输血 单日捐血的人不到20人 因此捐血中心呼吁乡亲 趁着暑假赶快来捐血 炎热暑假到来不少民众逐步出户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回温 出游旅客激增大医院又有重大手术 导致血库库存量骤降 仅剩3.8天 花莲捐血站甚至单日仅20人来捐血 距离每天要供给医院125代血量 呈现严重缺口 到今天早上为止 花莲县我们这边的血液库存量只剩3.8天 其中的A型O型跟AB型都只有3天的库存量 那已经就是说到了急缺的状态了 那非常就是说 要我们的相亲朋友能赶快出来踊跃的捐血 来补充我们的那个血液库存量 最近会这样子缺血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暑假到了 大家可能开始就是安排出国 或者是在国内旅游 然后再加上最近的那个疫情 有稍微回升 所以有些确诊的那个个案数也上升了 再加上就是说 医院最近的一些重大 那个开刀的手术比较增加了 像说心脏手术 那个主动脉玻璃的病人 还有那个一些癌症 或者是说那个患肝手术的这些病人 还有增加 所以在用血量上面有提升 有上升了蛮多的 最近真的是天气很热 那民众呢 尤其是在中午大概是11点到3点这段时间 大家出门的意愿真的很低 那也导致了一些就是说 出门捐血的一个状况比较减少一点 所以才会导致整个那个有缺血的状况 即日起到7月10日 包含国泰人寿等企业社团单位 都陆续在花莲捐血站 吉安麦当劳以及凤梨曼城公园 举办捐血送豪礼 除了上述食店礼卷 还有花莲知名找到了可送 捐血也能参加抽奖 鼓励民众趁着暑假踊跃捐热血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得讲汪夜华林市报导